Hello大家好这里是秉斌 那距离高考只有100天了 你们会不会感觉100天够干啥呀 啥也不够 那我给新来的家人们先来一个前情提要 我呢是河北一个小县城的考生 高中也不是省重点 每年顶天能有一两个学生考上清北 高考倒数100天 也就是现在的时候 我的成绩还是全班倒数第9名 在最后100天之内呢 我也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在外加额外的努力 终于实现了50分的成绩提升 最终呢被北大录取 那今天呢肯定不是给大家来灌鸡汤的 只是单纯分享一下 我冲此阶段的一些学习方法 那当然每个人具体情况不同的 提升幅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不过你要是指望从200分直接冲到600分 那我建议你直接去买个枕头 在梦里实现的更快 本期视频是方法类的内容 所有科目都可以参考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快长按大拇指接受下面的内容吧 我记得从我高三那会儿 就总有人在说拒绝提海战术 结果就有很多人觉得 做题有啥用不如回归教材 然后打开教材一看 哎这些我都懂啊 结果一考试就立马开始 马什么没 家人们咱们谁不是这样过来的呢 我知道大家现在高三了 肯定是考试作业没有停过 所以咱们在刷题之前 要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刷什么题 优先是全国各省市高考真题 然后是学校布置的考试作业题目 其次是各省市的模拟题 最后是市面上各种练习册的自主命题 第二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刷题 越临近高考越焦力的小伙伴举个手 你们有时候会不会想 哎呀临近高考了我还搓这么多 我一定要开始学习 可是学啥好呢 结果一纠结半个小时又过去了 完了我又浪费了半个小时 焦虑的最大源头是 我们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 但却不知道从何入手 纠结啥呀 拿出真题一顿爆刷 哪个题错了就哪个指点不会呗 这还有啥可纠结的 这时候就别再说自己马虎啥的了 那马虎就说明自己还没有摸清套路 还有提升的空间 那摸清自己哪块薄弱 就可以开始进行针对性的训练了 那比如说我立体体合这里不行 我就把真题中所有的立体几何的题 全部拿出来练 虽然教材里面咱们都是理论知识 但是考试它永远是以题目的形式来呈现的 那真正摸清初题人的命题角度 以及常见题型的解题方式 那咱们这分不就到手了 虽然说着简单 但是咱们不可能弄懂所有的知识点 弄清所有的套路吧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做题 来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自己到底掌握多少知识点 在考试这种有限的时间 在如何运用自己的知识储备 来取得最好的成绩 其实这也是我们刷题的终极目标之一 虽然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技巧的作用有限 但是我们也不能看到不会的就死磕 磕到最后本来应该得分的也没拿到分 前面浪费了太多时间 导致最后自己连题目都做不完 也大可不必 所以咱们在刷题的时候 一定要对自己客观一些 如果同一类型的题目总是做不出 不要一看到点系就拍大腿 哎呀思路我有呀 就是算不出啊 不会就是不会 如果考试遇到同类型的题目 我们这个时候就知道是应该跳过 还是少花一些时间在这个类型题上面 我个人还是倡导把自己有把握的题目全部做对 这种方式永远必挑战自我 把希望都放在蒙对题目上面 最后得分高 那我们要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刷题 首先是强调了很多次的错题本机制 不要说快到高考了 我来不及做错题本了 只要没到高考的前一晚 都来得及做错题本 刷题如果只看正确率的话 不如不刷 我们把错题都搞懂才能真正实现题分 那建议快高考的家人们 因为大家目前刷题量较大 而且考试作业比较多 那错题的建议以一周一次的频率来进行复习 如果第二次做对了的题目就不要再看了 那如果第二次甚至是第三次都没有做对的题目 答应我在高考前一定要再刷一遍好吗 第二个呢就是把握高考的节奏 高考前咱们在认真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 一定不要忘记调节自己的春午中 真是太太太重要了 一定要让自己大脑来适应考试的节奏 比如说以我的家乡河北省新高考改革区域为例 第二天上午是历史或者物理 然后下午是英语 那咱们尽量把复习英语的时间放在下午或者是晚自习 然后把被历史做物理题的时间放在早自习或者上午 这样我们能不断刺激大脑在对应时间的兴奋点 到了高考那天相信我 你已经是一个莫得感情的考试机器了 第三点形成答题母版 我为什么每次都把最重要的一点放在最后讲 你们老师有没有给你们总结过答题母版 有的小伙伴扣个一没有的扣个二 题目千变万华唯有套路得判卷老师心 因为我是文科生啊 就主关题比较多的科目来说 其实就是正史记和语文 我就这么说吧 如果考试前你还剩最后两分钟 你有一个知识点和一个答题母版都没有背下来 这个时候我建议你背答题母版不要背知识点 那扣二的小伙伴也不要着急啊 因为答题母版嘛老师总结的有限 如果全班都背下来那些母版的话 那也拉不开差距啊 所以想弯道超市还是要自己总结母版 我高中时期总结的答题母版 一般都有以下三个要点 首先就是题杆中的关键词 那关键词很好理解啊 拿语文举例 那这道题问的是人物形象还是写作手法 那拿政治举例 这道题问的是宏观调控还是就业问题 咱们要做到根据关键词 就知道它考课课本上的哪些知识点 然后咱们还要明确 这道题目它到底是在问为什么 干什么还是怎么办 不同的提问角度 答题模式自然也不同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答题知识点 那举个例子啊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 那共产党的诞生肯定是大热的考点呢 那咱们在历史书上跟这个考点 相关的知识点有哪些 是不是要从马克思主义诞生 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 再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 再到中共一大一系列的知识点 全部都记住 当然啊具体的要听你们老师的 我在这里只是举个例子 那高考题目呢 基本上不可能一个题目 只涉及教材的一个知识点 我们在总结母版的时候 就是要穷尽和这个主题相关的所有知识点 最后一点就是答题格式 那答题格式在主关题中也是相当重要 每个小点前面最好都标上续号 那高考咱们已经这么难了 就不要再和判卷老师互相折磨了好不 那既然都提到知识点了 刷集的最后一步还是要回归教材 咱们都经过了两轮复习了 再看教材的话 肯定不能像一开始学的时候一样 从头翻到尾 而是要搞清所有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形成自己的知识网络 我记得在高三的时候 几乎每一个科目的老师都会让我们画思维导图 其实啊如果没有老师带着也没关系 咱们直接打开百度 输入高中历史思维导图 就会有一万个搜索结果 然后咱们就注重选那个最新上传的 下载量最多的那个 打印出来 然后对着复习 思维导图上呢 它一般对每个知识点的描述只有一个词 那咱们最后复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就是看着这些思维导图上的知识点 立马可以讲出和它相关的所有内容和意义 这样的话你们考A肯定没问题了 快把我可以打在公屏上 鉴定一下复习信心 在高考的最后一百天呢 有人逆袭 当然也有人被压力达到 我们要做的不是幻想 自己在这一百天之内能提多少分 而是不轻言放弃 坚信自己的每份付出 多多少少都会有它的意义 那大家还想看心态调整和 银考准备的相关内容吗 那想看的话 长安大拇指给我一个鼓励哦 也别忘了点个关注嘛 这里是秉冰 一个高考前一百天逆袭五十分的学姐 那在最后的这一百天 你又能创造什么样的奇迹呢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